老板 你好 你好 给来一只香辣烤鸭 好嘞 这一只多少钱 26块钱 这么便宜啊 这一只有多重啊 2斤多 2斤多的烤鸭 只要26块 马路边的香辣烤鸭 我不知道你们几个人吃到啊 漂亮 老板 这个是什么鸭子 这个叫板鸭 哦 香辣板鸭 这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从市场上买的 这个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市场上买的 然后你做一下加工 对 哇塞 这么便宜 一天得卖多少只啊 卖个20来只吧 20来只 这边这个鸭子都卖这么便宜吗 是的 鸭子就是说大洞口味都卖的便宜 哦 都卖便宜是吧 你们买的时候也不贵 也不贵 卖26块钱还是有的钱赚的 有 那赚个两三块左右 一只鸭子赚两三块啊 嗯 我感觉你像做慈善 这个事我不太相信 我保有 我可以对自己保有这个怀疑态度是吧 老板这个你管不着吧 还有这个管不着 管不着啊 挺好挺好 香辣烤盐 香辣板牙 这是公牙还是母牙呢 这个你自己看看吧 哦自己看 看哪里呢 好像没下鸭蛋呀的 哦这个没有鸭蛋是吧 哎呀 好嘞 漂亮完美啊 好 这样一份 哎 哦呦满满当当 两斤鸭子 你看我过瘾 好 老板开始炸鸭子 这需要多高的温度啊 这个需要最高的温度 哦 最高是多高啊 800来度吧 到800来度 哦 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是吧 对 700不行啊 700不行啊 太凉了以后 哦 900呢 900太糟了 哦 只要800多 对 哦 老板对温度研究很 老老板你对温度研究的很透彻 是的 我们凭工作经验吧 哦 凭工作经验是吧 哦 就一定要干的这么的完美 这得炸多久啊 哦 炸到鸭子少一天 哦 炸到鸭子少一天 要炸到嘎嘣吹吗 哎 也差不多吧 能不能崩到碎嘴啊 哎 能 能是吧 哦 这样有讲究要简单一点 好嘞 小鸭子 哦 一炸四则诱人 哦 还要放点辣椒和洋葱 哦 这个也要炸一炸 老板做这个鸭子特别的纯粹啊 26块钱 大家有人能够普及普及 这是什么鸭子吗 老板卖这么便宜 我相信他肯定还是有利润 也不知道为啥市面上的鸭子 既然能卖到这么便宜 哦 这叫真的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来上一点花椒 还是绿的 然后来上一点辣椒 还是红的 哎 这个是关键 26块钱一匹的香辣烤鸭 老板还可以加了这么多调料 好 看看加上什么 然后加上一点水奶 加上一点辣椒 好 来上一点辣椒面子 哎呦了 好 拌一样调料 拌一样 扫一样 都不行 好 鸭子下锅 好 老板这个时候改小火 大火容易糊是吧 是的 经常翻车吧 对 经常翻车 经常炒糊了是吧 炒糊的顾客怎么办就不要了 炒糊了更好吃 炒糊了更好吃 我以为炒糊了就你自己吃了 你看 这小鸭子 这一看就是公鸭子 我从这就问到了这个鸭 鸭的鸭骚味 这是胡说的 其实全是这个孜然和辣椒的香味 孜然香辣烤鸭 完美 好 这样一份只要26块 你们是不是惊呆了 彻底惊呆了 好 老板上桌 谢谢 这是服务员 好 给上桌 这只鸭子让我陷入了沉思 这么满满的一大托盘 只要26块钱 你们是不是惊呆了 给大家讲一下 这就是市场上的这个叫 樱桃骨鸭 生产周期只要28天 这个鸭子的鸭毛 鸭肠 鸭针 鸭刺 鸭爪 在工厂已经挣回了钱 这只鸭子就是利润 所以说卖这么便宜 并不是说这个鸭子不能吃 或者是说这个鸭子就差到哪里去 给大家看看 你看这鸭子 也是正八两的小鸭子 你看 这个鸭子是28天生长周期 你们去吃的炸鸡 白玉鸡 是40天生长周期 差异其实并不大 小味道也不差 香香辣辣 自然回味浓郁 鸭骨非常的软 用力 家伙流的脆脚脆 不处流脆脚脆吃 就这样 这就是 马路边的香辣烤鸭 只有26天